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微博验证是搞笑幽默博主 粉丝数不到三万 七点半的独角戏 写段子的方式是两句话风格 第一句话是讲述事实 第二句话是调侃 每个段子最后 他都会打上紧Monologue紧的标签 据百度百科的介绍Monologue是这个意思图片来源 百度百科介组记者书里发现 七点半的独角戏 的脱口秀段子 从2016年8月5日开始写 两年时间一共创作了3559条 七点半的独角戏透露 这条讽刺的段子 只存在了不到三天 就被微博屏蔽 自己当时并未想太多 8月份的一天 他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才知道被百度起诉了 百度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两点 让我 微博指定到减30天 赔偿百度损失500万 七点半的独角戏在微博写道 关于500万的损失赔偿依据 对方称是估算的 百度认为我对百度的形象及社会评价造成了严重损害 图片来源 网友七点半的独角戏 微博截图意外 特别意外 没想到会因为一条讽刺性的段子被告 七点半的独角戏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在他看来 脱口秀是基于事实的讽刺 具有评论 批评 监督的功能 七点半的独角戏提到 百度是第一个对自己提起诉讼的机构 记者获悉 该案于28日进行了第一次开庭 但没有结果 法院让双方再补充证据 下一次开庭时间未定 七点半的独角戏称 对方律师也认为段子的前半部分没有问题 完全引述百度的辟谣声明 完全没有曲解 没有断章取义 也没有修改 大问题在后版制 百度方面认为这是造谣行为 图片来源 百度官网截图 七点半的独角戏曾在微博提到 按照五百万的赔偿金额 请律师的标准收费上二十六万 这对他来说压力很大 但他拒绝调解 他表明了态度 我不认为我侵权 所以不会道歉 当然也不会赔偿 目前 七点半的独角戏 找来律师朋友帮忙代理 也接受了网友一毛不拔大师的帮忙 尤其在法律咨询上 这件事也让网友炸开了锅 有 网友发问 图片来源 微博截图还有网友发现七点半的独角戏 曾于2017年发 过一条 关于百度索赔的微博 调侃趁赔偿数次是不是参考的这条 图片来源 网友七点半的独角戏 微博截图 因此 记者又联系了百度公博部方面 对方表示已经进入评审阶段 再无回应 也没有什么能对外公布的 针对五百万的索赔 百度公博部方面表示 有百度法务部门评估得出 索赔五百万是否是天价 网友写段子侵权的编辑在哪里 记者咨询了第三方律师 北京德亮律师事务所 外邦亮律师表示 如果的确粘造事实 可能构成诽宝侵权 但要求赔偿五百万不见识也不合理 赔偿一般根据金权所造成的损害进行 三天就被屏蔽了 没有造成严重影响 如果认定了这个事实 法院一般会判决赔礼道歉 赔偿讽识一般不会太多 北京京德亮律师事务所 郭彭介律师也提到 讽刺也会造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犯 如果是捏造的事实加以传播 并在一定范围对百度造成恶劣影响 那就构成了对百度名誉权的侵害 对于百度的起诉 你怎么看呢 完